今天我們分析過港大這次的風波 引言顯示出兩條精英路線的對函 一個是香港本身的精英路線 這些精英多年來建制當中心惡重用 也是中央很重用 中央很了解香港的政治人才不足 所以能夠建制當中有實力的人 有水平的人大家都心中有數 另一方面中央都知道 不能全部信靠港人 於是亦都很希望積極培養所謂新香港人 參與未來治港工作 而海軍派精英也是中央很重視一批人才 海軍派其實很多出去留學的中國大陸的人 取得很大的成就 無論是商界 以至到學術界是一個很頂級的很尖端的 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整個形勢有個變化 歐美的學府容不下這些學術的尖端 結果他們都要找出路 此處不留人 此處有留人 此處哪裏呢 香港 香港真是無疑成為海龜派 一個其實不是了權之環 而在外面不是那麼多妻生之地 香港是確實有勇武之地 其實在香港很多海龜精英 較多在金融界服務 你看大摩幾間大行 請很多海龜精英 特別匯豐幾間大行 這些精英 第一 他在外國有良好的學歷 有實力的 最重要在內地的良好人物關係 這才是關鍵所在 還有一點很關鍵 羅家聰也說了 羅家聰自身的經驗就是 上面是信這些人 多於信你香港人 而我所知相當多的宗資 甚至傳統宗資的機構 根本不會讓香港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 除了用人為親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外 也有一個很現實的政治 所以這次看港大風波如何去平昇 我相信一定有更高層次的力量去介入 大家不要靠邊站 因為一靠邊站 形成兩大陣營的對撼 絕非中央希望看到香港的情況 又不同中大 中大港府積極介入 他又說回屯門扔彩虹 這真的很有興趣 美國冒險樂園 但我想澄清一下 不是美國的 香港幫人改名 假裝是美國 信報的專欄作者高天佑 真是活該 日本城、德國寶和美國冒險樂園 其實都是講知 不過這些大家的形象 用我的名字都是師兄見慣 港台嘉權在懷舊 說起我們以前 玩的沒有那麼多市區 在商場的武險樂園 去日本扔街磚 扔街磚是很好玩的 我還記得那幅圖畫 那些阿叔、阿伯 有時候是嬉嬉 拿著一個可以很長的棍 拿著一個橫的東西 撥 撥 撥 其實你一直看 我一直看 很少扔到 扔得很開心 贏的什麼 其實香港交 其實香港交是最重要的 贏只是證明我可以 這個心態也是這些冒險樂園 掌握到消費者心態 你不訓書你就扔 以前扔街磚 我沒有看過這個 扔彩虹 好像是一條 新聞質疑 有個市主為什麼報警 就說不公道 你每天都說我摘戒 現在科技 不是科技 也不是科技 用手機拍了出來 他給警察看 他不放上網 給時柱看 你就觸碰到邊邊一點 你那個代幣太大 那些代幣 原來幾年換一次 糟了 我家裡好像有十多個 那些代幣 或者剛剛好 甚至他形容大過一條 彩虹條 你永遠會輸 你不可能是扔正中間 也要說科技很厲害 你看亞運會 看影超 很多看鏡頭 球證判斷不了 用眼判斷不了 可以用科技看得 球是否出現 網球 羽毛球很清楚 有一個圓 黑點 扎到 碰到邊邊 都未算出界 將來是否這些 更加要電子化 到最後判斷 是電腦判斷 你中了就叮一聲 其實這些東西 很有趣 我兒子小時候 我也有跟他去 冒險樂園 紛樂園 總之 有跟他玩這些東西 但現在就說 我看這個報道 現在反而 小孩子少些去玩 很多是成年人去玩 成年人去玩 既是博彩 原來也是一盤生意經 那些是成行成事 我想起 採採紅橋 採街磚 比較少 因為很流行 叫做夾公仔 在日本 很多夾公仔迷 他用很多月過月的時間 花了錢去研究 必勝之道 偶爾有些 成為夾公仔的奇才 夾到 我去玩過 日本 我去棋育院 被視為全日本最大的夾公仔店 很大的 全個牆裡面 都是夾公仔機 我告訴大家 我在那裡 我忘了花了多少錢 我一個都夾不到 其實公仔 你多夾幾次 那些錢都夾到一個公仔 但是 我告訴大家 這個心理 我一開始夾 沒理由不行 好 我投資 我夾三四次 我就掌握到 力度 移動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心理 不分書 不順氣 心理 令我不斷扔錢 他就完全掌握到 家權這些心理 你不服書 我沒理由不行 我試幾次 於是越試越多 於是你不投資越多 終於有些夾公仔的奇才出現了 但已經差不多去到走火入魔了 我有個朋友 這確是夾公仔的奇才 每次都夾到很大的公仔 但這個就是有少少賭博的心態 因為為什麼用代幣 你不能用現錢 因為在賭博條例上 香港人 都有一個賭博心態 想贏多些 你調戲不順 你一件事 但是要贏多些 會不會 現在就是 生意淡薄 不如賭博 這個你套下去 普京也好 或者澳門的新興賭場也好 賭仔的心態也有 當然賭仔希望贏大錢 第一部分其實他不志在 輸也不志在 他不奮氣 以前是說 我不要來輸給何先生 當然現在何先生不在 同樣這個道理就是他的老虎機 老虎機也一樣 拉拉拉 你聽到響響 有多少個響 我親口問過何鴻生 我們會調教機 是有人中的 但不是你 因為中的是很少 老虎機還有一個或言率 可以算出來 我也看過外國很多研究 老虎機你拉中獎 那個或言率是多少 不訂這個彩虹 或訂街磚 其實大家很相信 是自己的技巧 我不是靠運氣 我有這個技巧 於是這個技巧 我要贏到自己 告訴人 讓人看到 那種引以自豪 就是比獎品更加 老實說 那些獎品是什麼 什麼沒有公仔 什麼那些東西 你放在淘寶 或者什麼 便宜很多都可以 有時候爸爸 他不想扔 不過女兒很想要公仔 就死後扔 也有種心 所以這些商場的遊戲 發覺現在香港都越來越多 是不是真的 我們沒有什麼戶外活動可以去呢 整個商場文化 圍繞著我們的生活 就是圍一個商場 所以打風幾號風球 有些連結著大型屋園的商場 人頭湧湧 其實這種玩法 變奏出很多東西 扭蛋也是 不過扭蛋的人覺得 我是不是 我都會有隻蛋 扔就未必扔得到 只不過那隻蛋裡面 不是我心儀的公仔 正如以前 麥當勞 有一段時間 找MIRROR 你吃吧 吃吧 我都吃了很多次炸雞 就拿那些卡 但你不會知道自己拿哪一張卡 其實可以從這個人類的文化發展 人有一種我能夠勝天 我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去改變一切 我不會將命運 掃諸於命運 你去賭場壓住買大小 其實你是掃諸這個命運 但我去拉老虎機 或者掟這些街磚掟彩虹 我覺得我自己是可以 有些事情我自己掌握到的 但實際上你認為自己掌握到 其實那個或然率 機率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賭博的心理越來越大 會不會是腳踏實地去做呢 即我們又回頭 去扯回我們香港人士的變化 以前在六十十年代 國內很多人走下來 住在山邊木屋也好 住在怎樣也好 刑刑逆逆逆 但是他不用賭博 他真的踏實地去做 所以在那個年代是有賣鹹脆花生 都去養大兩個兒子 又去讀香港大學 所以香港特別是 香港有幾次的移港潮 在內地很多不同的精英好 他們很犯覆走來香港 開展他們的香港故事 後來都成為了香港人 他們真是一步一步香港的腳印 就算有些內地的廠家 當然很多上海幫蘇智幫來香港 去發展工業等等 都成為了香港繁榮的奠基者 但他真是在香港的過程當中 花很多的努力去投入社會 當然現在情況不同 很多已經在外面 可能都有一些成就 國分有成就的人 不論是空降 但是成為了治港的新力量 這是我們要 必須面對的現實 但這班人當然他們能力很高 但是沒有了一種跟香港一起去打拼 跟金共苦捱出來的那種經歷 最近也有一個現象 就是不可以說什麼 我所知就是有些機構 很大的機構 是找回一些其實退休了一段時間的人 回去執掌一些很重要的職位或者工作 其實香港 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向上的梯階 是要給一些初生之讀或者經驗錢的人 有一個盼望向上爬 才有一個動力 但你找回一些舊電池回來 即是抹殺了別人向上的流動 當然每個機構會不同 我相信任何機構都希望用多一些新人 讓他能夠成長 但是為什麼要找回一些老馬回巢呢 因為你發覺第一 在他旗下的新人 是真的承擔不了大任 又不好很多 真正有能力的新人 也加入某些機構 即是香港這個人才的流失 即是那種情況 現在慢慢在不同的行業當中 很多的後遺症都出來了 為什麼老馬要回巢呢 因為新馬要留得多 不是新馬不行 新馬不行 沒有了 走得最厲害 現在在以前金融風暴期間 三個五個人很害怕 因為裁員就是五十多歲 這些人 但現在五十多歲的 他們自己走 因為他有家庭和子女移民走 他不想服務香港 或者他已經略有所成 可以提早退休 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或者這個政權 或者這個政府服務 那就走 好了 真是走了這麼多 有時候我們剛才所說 整個合作團隊 是不是都應該找起同聲同氣 海歸派來了很多 但是真的你要轉channel 說話都不是很習慣 以往你轉channel講英文 反而問題不大 你轉channel講普通話 總是覺得 不是大家同一種語言 為什麼出這個矛盾呢 就是香港現在所面對的 政治和經濟的分歧 在中央心目中 政治經濟你不要管了 總之愛國者 大家就一起去打拼 但今天我看劉瑞少 在《明報》編文章說一件事 很多事情不是說你期望是這樣 很多人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不備重用 而有些人就會 因為政治因素 也不想讓你重用 你發覺這個就是香港 你就算很多人可以移入香港 學歷各方面之力是很良麗 但可不可以融入香港 而和香港本身的精英 一起去建制香港 我們怎麼講兩日港大事件 我覺得這個不單是兩個人的風格 性格不同 或者甚至簡單 這個權力鬥爭 不是那麽簡單的了 是的 這個是香港深層次的一個問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